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偶尔东男孩 这有个显示器 是个老乡的啊 现在大家都知道 上班出去也上不了 都在家里 有一部分的人可以在家里办公 这也是一个朋友的 很老乡的 他在家里办公 显示器坏了 这个穿上垫着后不亮了 没什么反应 所以让我帮他看一下 看看能不能修好 不然他在家里上班都上不了 这是一个什么 看起来是个现代的 那实际上好像是一个杂牌的 好吧 上面从来拆下来的 我们把这个主板拆下来看一下啊 现在我们来测一下这个上面的电源 哇 我发现这个高腰板烧了啊 看到没有 这个高腰板烧成这个样子了 压氧气好松油 上面也糊了 到了便宜的胡萝华 这个板子是没救了啊 我现在手里有一块这样的一个板子 也不知道能不能替换这个啊 我大概分析了一下 这个板子上面的接口 差不多 但是接口它就脚位不一样 我把这个原来这个 桌子给它拔了 直接把这个线给它焊上去 通过电视一下啊 嗯 没什么反应 哇 这19V供电 我把上面直接上了19V 这个电压是不是太高了 这个电板上写的这里是12V供电 但是我测出来有19V 然后我看它带过来的这个电源 这上面写的19V4.7元 那 那这不对劲呢 不会是它用错的这个电源 把这个板子给烧了的吧 我去 我也不知道现在是属于我这个板 跟它这个板 不对劲呢 还是什么情况 再把这两个线接上去试一下啊 我再接一个电源来试一下 接着找 我去找一个12V的 还是不能量啊 这个玩意折腾一会儿之后 我发现这个问题的麻烦程度 超过我的想象呀 我用一块这个新的这个驱动板 然后带这个灯条 开机之后发现这个电压非常低 然后直接这两个驱动管子发烫 电压器也发烫 这个灯条可能也会 尝试了什么 导致这个电流过流 我想想想的话 要不要把这个拆开 能不能尝试了改成LED的试一下 不过这个改LED的话 肯定没那么容易 我们准备来 拆开来看一下 看看情况啊 很小的 单薄的 我就用手拿了 我看了一下啊 这个里面这个是灯管 这种灯管的 看看啊 这个灯管就分开了 看看没有 这个灯管多小 灯管这头发黑了 也不知道这是坏的 还是本来就这样的 然后我们刚好 有一根灯条 跟这个长度基本上是一样的啊 那么就装一根灯条就可以了 应该可以把这个屏幕给点亮 分了太大的劲儿 终于把这个给它装上啊 屏幕拉上来 这时候我们可以试一下效果 好 我们背光强亮的 就是 能显示无信号 说明这个信号显示应该是正常的啊 这个架子给它装回去 装之前 我们要把这个驱动 跟这个镜头板 上面连一下 太合适了 基本上是脚位是一样的啊 就改都不用改 就是什么 要少一个背光亮度调节 调表这个没办法啊 我们再来试一下啊 OK了 看到没有 OK了 把这个驱动板固定一下啊 哎 怎么颜色有点不对啊 感觉这个是不是 啊哈哈 刚才是色温的问题啊 把这颜色我感觉有点不对劲 朋友们 这个已经OK了啊 这个显示器 我们要 这个高热板烧了 然后现在这个时间都慢 大家都知道快递也没有了 然后我们尝试一下 另外一个驱动板 驱动但是不行 发烧 发热很厉害 所以我们尝试一下改灯条 没想到改成功了啊 就是改成L1D背光驱动 那么现在这个 已经可以了 可以满足那个老乡的办公需求了啊 是吧 因为现在这个情况 他只能在家办公 所以 你就可以交付了 本期视频到这结束了 喜欢朋友快点个关注转发快点赞 拜拜